大家好,我是别远,又来了 今天跟大家聊聊喝酒这个事 我爸最近在镇上找了一份工作 还是他老本行 就是在工地上卖普利 这个工程量比较小 大概能干两个月吧 他现在每天回来都要喝二两白酒 平时不干活的话 大概是一两左右 按照他的话说 男人不喝酒,往在市场走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其实他的酒量很差 半斤白了就现出原形了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样 首先是在动作上 就是蹲倒西歪的 往别人身上那种蹭 那种手指指点点的 笑的时候声音是在喉咙里 很怪异 我们家小宝很怕他 就是因为他的笑 然后配上他那张红彤彤的刀条脸 要是90年代严打再来一次 他走街上很可能单纯的 因为这副纵容就被人抓进看守所里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个就是这样的酒鬼父亲 我从小拒绝喝酒 尤其是白酒 有一半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不想自己变成他那个样 我曾经也偷偷试过几次 把自己灌醉 两瓶啤酒就把我喝得头疯脑胀 还好我喝醉了 只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睡觉 一点闹腾的意思都没有 不像我爸 酒壮怂人胆 酒喝的越多越奔他了 不是宣桌子杂玩 就是哭哭啼啼的 好像心里有天大的委屈 其实我给他分析过 他这辈子比大多数人都要幸福 他活了60年 这辈子挣的钱不超过40万 而且至少有一半 他都是自己拿去抽烟喝酒打牌了 以前的干活的时候 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干 我跟我弟弟从小没有零花钱 上学住校也只是算吃饭的钱 多的一分都没有 自己去想办法 学生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有多少花多少杯 能省就省 在别人眼里 我跟我弟弟听话懂事 两个大小火的让人羡慕 我上中学的时候 只要一回家 家里的洗碗脱里都是我的 洗得我妈失常感慨 你要是个女孩就好了 有一回回家 过年家里来了很多亲戚 吃完饭一大桌子的饭菜 背盘狼藉的 谁都不知道那么插手 我就一个人从头到尾的 一里里外外收拾一遍 就这么一个日常动作 把我一个亲戚给羡慕的 见人就夸 那谁家的孩子 一个大小伙子 比大姑娘都会做家务 但是就这么听话 也落不到什么好 在我爸眼里 小时候你花的钱他难受 长大的你不给他钱 花的更难受 仿佛全世界都欠他的 只要一喝酒 他就开始诉苦 搞到最后搞到 我们所有的亲戚都知道 来我家吃饭 会喝酒 人家也不喝酒 就算喝 也没人劝他喝 都躲着他 我毕业以后 出去上班 一开始去了都是 很垃圾的公司 就是那种 你一个星期单休一天 老板都会觉得 自己吃亏那种公司 你最好全天无休 像这种公司 里边有些人 就特别看出酒桌文化 但是一路走过来 我从来没有 打不过就加入 被人用酒精测试服从度 这事从来没有 我说不喝就不喝 喝也只是喝啤酒 而且点到为止 我说只喝一杯就一杯 因为我一想到我爸 那个样子 我不喝酒的 比他们喝酒的汗上头 谁敢惹我 我立马就变脸 大不了打一架 就这个态度 所以我在外边 几乎没有朋友 没人劝我喝酒 我劝大家不要学我 以和为贵 其实大臣是还好 主要是小地方 越是小地方的人 越是喜欢在酒桌上劝酒 我仅有的一次例外 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为了在学校里 不被人欺负 去社会上认大哥 那时候十五六岁 对方二三十岁 非要逼着我们喝白酒 喝啤酒不行 我死活不喝 最后大哥没办法 自己给自己找台去 说我喝一杯 你吃两碗菜 我立马就同意了 就那么好一桌的菜 其实我早就流口水了 赶紧答应 然后大哥连喝两杯白酒 我连吃了四碗菜 吃完我餐餐贼 很兴奋 大哥正在感觉出来 哪里不对 闹边天 便宜这个小子了 后来我就 再也没见我大哥了 因为大哥嫌弃我们太瘦小了 还有一次呢 是我在武汉上班的时候 公司里有一个武汉本地人 我印象很深刻 其实那个公司有很多武汉人 但是就他一个人 不说普通话 非要说武汉话 有一位老板 请大家出去吃火锅 他打通关 喝酒 转圈 轮到我这的时候 非要跟我喝 但是我就是不喝 当时我的植树上子在我旁边 他知道我的脾气 帮着维护我 然后呢 他就因为这个心里不痛快了 一个人在那喝梦酒 喝了十几瓶啤酒 最后还要喝白的 一边喝 一边嘴里不干不净的 我们也没听懂他说啥 我当时准备好了 如果干一架 我一定要把它打成猪头 大不了 我再去别的城市 反正那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一个人啊 天不怕地不怕的 俗话说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当然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家里好几个穿鞋的 都指着我呢 所以为了避免啊 出门跟人发生矛盾 是吧 我这暴脾气 我现在啊 几乎啊 都不去 就都已经不去电影院了 也不去挤什么公共交通了 这也是啊 我回来之后 买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 出门带孩子不容易 孩子闹一下啊 旁边有生情病的话 我肯定得跟人干起来 我其实啊 一直都不纯上暴力啊 但是我始终认为啊 朴素的认为 暴力啊 有时候比啥都管用 我有时候觉得吧 跟那个周围人比啊 虽然我混得很一般 没什么钱 但是啊 我敢拍着胸脯说啊 我比大多数人都过得自由 因为我从不啃老 从不吃人手段 从不被人要挟 我绝对不会被人批我 你说没房子是吧 没房子就没房子呗 大不了我就 我就租房子啊 不喝酒没朋友 那就没朋友呗 我的家人就是我的朋友 我才不会啊 入你们的套 当然了 我也不是那种 是吧 完全的啊 一点油盐不尽 其实我也喝酒啊 我也抽烟 但是在外人面前 我几乎从不抽烟啊 绝少喝酒 因为首先呢 我因为我知道抽烟 是个容易犯众痘的事情 抽烟对别人影响很大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 知道我抽烟的 就是我老婆一个 村里的人啊 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不抽烟 从来啊不给我发烟 我觉得这挺好的啊 我很讨厌 就是中国人啊 发烟这个习惯 你不接他的烟啊 你这是瞧不起人家 你接了呢 下次啊 你就得 是吧 这是个循环啊 你就停不下来了 但问题是 你以为我跟你很熟吗 喝酒的话 我就没那么绝对了 有些场合 有些场合 我滴酒不沾 但是有些场合 我也会主动要求 小酌几杯 还是得看人啊 我几乎从不去参加 什么饭局啊 酒局 有个别想见的朋友啊 我会单独的约出来 是吧 你喝一点 或者干脆就在家里吃喝 我算了一下 我在家里喝酒的次数最多啊 那是在深圳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 深圳热 下班了 是吧 回去喝两口啤酒 很过瘾 也喝过红酒 挺好喝的 所以我不是不喝酒 我也不是说 不会欣赏酒这个东西 而且从小 生长的环境啊 不太好 被周围那个人啊 都人和事都恶心到了 现在呢 我在农村啊 我爸在旁边 我又收起来了 我这个人很难忍的 我一度认为啊 忍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因为我活了三十多年啊 达宝时候都是在忍 而且都忍过来了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留言啊 问我问题 我忘记要问什么了啊 我说忍一忍吧 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我们成 就是我们成年人啊 要放弃唤醒 很多事情你只能忍 忍一忍就过去了 真的 没有多大困难 所以从我的角度啊 我理解不了那种 劝别人喝酒 别人不喝 他就不痛快的 酒作文化 劝酒文化 以及一喝酒 就是限得性的人 管不住自己啊 还给别人造成麻烦 我觉得这是一种病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拜拜